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呢 正在高位翻转着 我们已经进入了增值税出口退税这部分内容了 由于呢出口退税这部分政策和计算呢 我们现实中接触的比较少 所以呢很多学员朋友们呢 在学习起来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为难 但是呢我们大家呢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呢踏踏实实走过的这个路 到了这里一定能够一抬腿 迈过这个坎 那么这一讲要给大家讲解的 是增值税免抵退税的具体计算了 我们一起回忆 在上一讲呢给大家讲到了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涉及到增值税免抵退税计算呢 我们强调这个企业 它本身制造或者创造的产品出口 会用免抵退税的方法 如果它买进卖出的不是啊 买进卖出的方式出口 那么采用的是免退税的计算方式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免抵退税 在计算的时候涉及到了三组公式 第一组公式呢 是综合的考虑纳税人的内销外销因素 去计算因纳税额的公式 那第一组公式要体现的是免替抵的过程 包括了教材95页的第一组公式 和96页的第四组公式 有的学员说坏了 我手边没有教材 那我讲义中把这些公式列出来了 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看 95页第一个公式 是这个企业又有内销又有外销 计算应纳税的公式 当期应纳税额就等于当期的销项税额 减当期进项税 再减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那么这个公式中当期进项税 是当期为了内外销全部的进项税 而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就是我们所说的T那个因素 因为我前边和考生朋友们说了 如果是一个制造企业 生产出产品出口的话 它为了内销和为了外销的进项 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拆分 比如说这个机器设备 我又生产内销品 又生产外销品 那么它相应的这个进项税 你怎么拆分呢 它和我们一次性去使用的 按销售额拆分还不一样 因为机器设备要用很多年的 那它进项税到底该如何拆分 所以呢 我们把内外销的进项放在一起 但是由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因素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T做进项税转出 这么一个计算步骤 所以当期免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指的就是那个T那个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关于T的计算 依然呢 在教材的95页上 有这么多的公式 展示出来这个T 免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们要用当期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FOB 离岸价 乘上外汇人民币的折合率 因为呢 我们对外贸易的时候 那个离岸价往往报的是外币 比如说我们出口 那离岸价 我们报了欧元 报了美元 但是我们计税要折成人民币啊 所以乘上外汇人民币的折合率 把离岸价 那个外币金额就折成人民币金额了 那在这里 我同时要提示考生朋友们 实际上呢 作为一个企业啊 他要出口自己的这个货物 或者是产品的话 对外报价的方式是比较多的 离岸价值是一种 他还可以报到岸价 到对方考案的 甚至于门对门到对方仓库里的那个价格 他也可以报 他也可以报自己的工厂价 他报这个价格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咱们计算出口退税的时候规定 你那么多种价格啊 别扰乱我们退税计算 我们退税计算就固定了 要用离岸价 然后还要折成人民币 接着我们大家再看 乘上出口货物 适用税率 减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意味着呢 意味着呢是FOB价 想征退税率之差 意思呢超过退税率以上的 我们就不承认要给你去退税了 这个还好理解 但是突然间后面出现了一个减号 我们看到要减除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比减额 本身我们这个公式啊 就是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是作为进向税的减项 作为T的因素 是进向税的减项出现的 结果减项里边又出了减项 使得这个公式变得比较复杂了 可以说这个公式是我们整个这本书中 涉及到税额计算 以及呢涉及到和计算有关的公式中的 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公式 而难度就在于 负号后面又出负号 我们说负号就是 进向税减号后面怎么又出了减号 等于减项的减项 那么我们就要看这减项的减项 我也喜欢管它叫小尾巴 这小尾巴当期不得免征 和底侯说的第一减项 说的又是什么呢 说的是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乘上争退税率之差 这里的免税购进 实际上说的是它耗用掉的 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强调是实际耗用的 有的时候公式我们不能光看 字面意思还要看它后续出台政策 对这个问题的强调和解释 这里边不是说它买的那部分金额 而是你买了以后实际耗用掉的 这部分金额 由于大家注意 实际耗用的免税购进的 它就没有交过税 没有交过税 在我们做进向税转出的时候 要把没有交过税的因素排除 因为没有交过税 你凭什么要给人做进向税转出 我们前面这个免底退税不得免征的 抵护税是要作为进向税减降 是转出进向税的 他都没交过你凭什么要转这一部分金额呢 那么这一部分金额成争退税率之差 我们呢要做进向税转出的调整 那么有的同学说 那我还不明白 什么一会儿没有交过税 一会儿又是进向税转出 但是细心的学员会发现 这两个公式是可以把它合并的 哪怕你不是理科生 你是文科生 学过初中的算术 都会发现 这个两个公式中它可以合并 我们把第二个公式带到第一个公式中去 然后我们再提取供应室 我们就发现这俩公式一合并 我们就太好理解了 我们用了外销的FOB 就是离岸价格 我用这个英文字头表示就比较好记 让大家外销的这个离岸价FOB 减去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这里说的不是购进数是10号数 减完了以后 称征退税率之差 而公式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的范围 就是我们实际耗用的这一部分 包括当期国内购进的就没有进向 而且呢 它不计提进向税的免税原材料的价格 没有进向你也没有去计算这个进向的 和当期净料价格保税进口料价的价格 在上一讲我给大家讲了 保税斩不征税保留征税权 它确实也没有对它征收过相应的增值税 这个价格 其中当期净料价格保税进口料价的价格呢 是净料价格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一定是它耗用的金额 不是它够净的那个金额 也就是我刚才强调 我们简化合并提取完供应式以后 T的那个两个公式和二为一的 是实际耗用 然后我们大家再仔细看看这个公式 是不是有一些学员 你尤其是前边那一讲 很认真学习过的 你会有所发现呢 合并以后的公式 外销的FOB 减去实际耗用的 免税购尽 原材料的价格 这个括号 前面这个括号里的 刚好是我们增值税出口退免税 计税依据之一 我们说的就是生产企业出口货物 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是扣减了保税免税材料 价格之后的离案价 刚好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等于是退免税的计税依据成了 征退税率之差 所以我们前面和后面的学习呢 是有关联度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 公式中 净料加工出口货物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 怎么去计算 我们要用净料加工出口货物 人民币的离案价 乘上净料加工的计划分配率 这里的计划分配率呢 我们用计划进口总值 占计划出口总值 呈百分之百求得 那么这组计算公式 实际上是我们国家 2013年以后启用的 要求全国都要使用 如果是净料加工的话 你计划分配率啊 还有呢 你那个耗用的保税料件金额 该怎么去算啊 都要用这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的运用 我给大家举例来说明 比如说 我们国内某企业 从韩国进口了ABCD 四种材料 然后我们准备呢 加工以后呢 产成品呢 卖到新加坡去 我要把它做成呢 净料加工的生产模式 净料加工两头在外嘛 而且 够进的这个材料 我们需要付款 不是拿来主意 那个来料加工 来料加工 我前面讲的是对口的 净料加工不对口嘛 那么我要想做成净料加工 我就需要到海关去备案 因为净料加工 你需要保税嘛 你原材料进入我国的时候 展不征税 海关保留征税权 那么既然要保税 我需要去做备案 做备案的时候 我就需要呢 列明 比如说我从韩国 进口了ABCD 四种材料 这四种材料 A多少克 B多少吨 C多少枝 等等啊 我都要列明 然后我要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按照美枝啊 还是美吨呢 你肯定也要说明 而且美枝啊 美吨 你包含A多少 B多少 C多少 你必须要体现出来 你从韩国买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在你的产品中的使用 并且呢 卖到新加坡去 这样呢 你所备案的这个 相应的这些资料 不仅仅要体现出 你从境外购入 和你出口的量 就是说多少吨 多少汁 多少克 互相能不能对应上 进和出 你不仅仅有量 还要有金额 那假定 我从韩国进口的ABCD 这四种材料 合计 60万美元 然后呢 我加工以后的成品 卖给新加坡的产成品 我计划呢 是100万美元 这样就出现了 计划进口总值 60万美元 计划出口总值 100万美元 他们中间 这个比例 计划分配率就出来了 60% 60% 然后这60% 计划分配率怎么用呢 因为呢 我够进的 这些材料 加工出来的产品 不一定是一次 都卖给新加坡的 有可能我分批 让他拿走啊 那我第一批 假定 让他拿走 80万美元的产成品 那么 80万美元的产成品 我说的是离岸价 80万美元 乘上计划分配率 60% 68 48 就相当于 我耗用了 48万的 保税材料 好 那么 我这么讲解 大家就能理解了 然后我们大家要注意 在计算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时候 应该按照当期 全部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扣除当期 全部进料加工 出口货物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后的 金额的余额 去呈 征退税率之差 这样呢 我们用简化的公式 就计算出T的 那一部分税额了 进料加工 出口货物 收齐有关凭证 申报免底退的时候 以收齐凭证的进料加工 出口货物 人民币离岸价 扣除其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 进入后的余额来计算 免底退税额 这里强调 你必须凭证齐全的 那你就得按凭证齐全的 来计算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一个 比较简单的例题 考生朋友实际上呢 能够把相应的 这样的例题 也是我们2016年 考过的考题啊 我们能够把握这个难度 就可以啊 我们看 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 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出口货物的征税率 为13% 退税率为6% 我故意呢 用了一个 2019年4月1号以后 我们的征税率 和退税率的实例 实际上就是我前面 给大家举例的 珍珠食品 珍珠食品 征税率 正常的 你已经经过金属啊 等等 镶嵌加工的 那么它正常的 征税率是13% 但是退税率是6% 原因呢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2019年5月呢 它购进原材料一批 取得增值税 张勇发票上 著名的税额 是80万元 那么我们大家会注意到 这里边有进项税了 6月内销货物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150万元 内销的不含税销售额 我们这个是需要计算销项的 而出口货物 取得销售额 折合人民币200万元 这个出口货物 FOB 是200万元 上月增值税 留底税额10万元 该企业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为多少万元 就是让你算那个T的因素 T的因素 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 用FOB 减去保税免税 购进原材料的金额 成征退税率之差 但是呢 我们大家看 FOB有了 出口货物 折合人民币200万元 保税免税购进的金额有吗 这题目中没写呀 他只是说购进原材料 他都取得增税状发票了 说明 这个不是保税免税进来的 是正常征税进来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 他既然没有保税免税的 保税免税因素是零了 我们只需要拿FOB 乘上征退税率之差 就能计算出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因此呢 我们拿200万元 乘上征退税率之差 13%减6% 我们呢就算出来了 14万元 因为在这没有那个保税免税 要有的话 200万元后面一定要减去 保税免税的实际耗用的金额 然后我们常征退税率之差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会发现 非常简单 接下来 再给大家讲解一个案例 某企业签订进料加工 进出口合同 2019年的5月 进口料件 到岸价格折合人民币 300万元 海关保税放行 这里可有保税了 而且我们注意一下 2019年5月 我们现在 现在增值税的征税率 已经下调了 进口料件到岸价格 折合人民币300万元 海关呢 真的保税放行 当月将部分完工产品出口 它没有全部出口 FOB价折合人民币400万元 该企业计划分配率为60% 该企业的征税率13% 退税率6% 这里我提示大家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 凡是涉及到出口退税的 征税率和退税率 从以往考试情况看 都是给大家提供的 所以大家用不着去死寄 说珍珠饰品 什么退税率多少 不用去死寄 考试会给你提供的 因为咱们国家呢 出口后退税率情况特别复杂 经常发生变化 那么在这里面呢 考试就像这个样子告诉你 那么耗用免税购进的原材料 我们看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实际耗用的是多少呢 是拿当期FOB 他外销的那个400万 乘上计划分配率 分配到他头上的 耗用的料价金额是240万 然后我们再算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的抵减额 就是如果我们不用简化了的公式 一步一步的算 我们算的小尾巴是 要用耗用的原材料的价格 乘争退税率直差 算出来16.8万 需要替税的 是拿FOB乘争退税率直差 再减去我们刚才算出来的16.8万 那么算出来替税11.2万 但是我希望大家用下面 简易的这个计算的方式 考试的时候是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是不会被扣分的 而且是可以提高你解题速度的 简易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把两个公式 前面那两个公式给它合并了 合并了呢 就是拿FOB减去保税免税耗用料件的金额 FOB是400万 保税免税耗用的那个金额 是240万 我们算出来 减完了以后 成征退税率直差 算出来依然是11.2万元 那么我们用下面这个简易的公式 还不容易出错 速度还快 还比较好记 好 那么紧跟着 我们回归到这组公式上 当期的应纳税额 我们用当期的销项税减当期进项 再减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 和抵扣税额 就是T的因素 等于我们对进项税进行了调整 拿当期这里的销项只剩下内销销项了 外销 咱们销项不是免了吗 内销销项减去 经过调整的这些进项 如果有留底税额 我们也要从销项税额中减出 计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大于零 也就是应纳税额是正数 那你就该去交这个税 意味着什么 你内销太强大了 你内销销项税啊 非常之巨大 你那么多的进项税 跟他去比都比不过 那么大于零的话 应该去交税 但是不意味着说 你没有得到出口退税的好处 出口需要退的 是尽向那个好处呢 已经抵减了 你部分内销的应纳税 让你内销少交税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正常出口是退税 内销是交税 现在一冲顶 你内销少交了一点税 这就是你得到的好处 所以这里的应纳税额 已经是少交了一点税 内销应纳的税额 就是结果大于零的含义 但是如果结果小于零呢 当其应纳税额出现负数了 也就是他的全部进项 经过调整之后 和内销那一个销项去比 内销有点渺小 然后一下 应纳税额就出现负数了 小于零 小于零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负数就是我们出口 要退的税呢 不一定 在这里呢 要用到我们前边学过的 增值税的基础了 我们在学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的时候 我曾经和考生朋友们 强调过一点 咱们国家增值税 一般计税方法 销项税减进项税 那个进项税 在我国最主要的抵扣的方式 是购进口水法 是一旦购进 我们拿到相应增税的专用发票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抵进项了 那如果我突击采购呢 我一下买一大设备 一条生产线 我买了一大堆的原材料 我当期进项税非常巨大 但是呢 这些东西我还没投入生产呢 或者 虽然我投入生产 我只投入了一部分 那基础设备我要用十年呢 那它那么大进项税 我在当期我可都给它进行抵扣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就要注意 我在之前讲过 哪怕这个企业没有出口 你纯内销应纳税额也可能出现负数 所以增值税应纳税额出现负数 不一定是出口造成的 有可能呢 是你内销 就是纯内销 然后你突击采购 为了内销突击采购 也可以造成应纳税额 结果小于0 因此 当我们当期应纳税额计算的结果 小于0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肯定说 这个负数都是出口造成的 都要退税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第二组公式 第二组公式就是要考量 你这个小于0的应纳税额 到底有多少是出口因素造成的 所以我们第二组公式呢 需要计算外销收入的免底退税的限度 那么这个外销收入免底退税总额也就是免底退税的那个最高限 那个限度 在我们教材96页有 那么在这呢 手中没有拿到书的 我们依然给大家展示这组公式 我们来看 免底退税额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这个企业按你这个外销规模 你应该得到免底退税的总限度是多少 用当期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 乘上外汇人民币牌价折成人民币 乘上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减去免底退税比减额 就等于我们免底退税额总的限度 是外销的FOB的人民币折合数乘上退税率 再减去免底退税抵减额 然后我们有一些考生一看 哎呀呀这又出于抵减额 是不是又要很难呢 实际上我们大家看 这个公式啊 免底退税抵减额在这是特别容易理解的 它用的是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这里也是10号的乘上退税率 你本身你是免税购进的 然后乘上退税率算出来的这一部分金额 你都已经享受过免税政策了 就应该从你总的限度中剔除 不能重复享受 所以非常好理解 细心的学员又发现 这俩公式也能合并 我们把第二个公式带入第一个公式 提取供应式 我们就发现 这两个公式也可以减并成一个 外销的FOB 人民币折合数减去 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这里一定也是10号的 乘上退税率 细心的学员 已经咧开大嘴乐了 发现 哎呀 这个括号里的 说的不就是我们前面那一讲 讲过的 免底退税 计税依据吗 说的就是我们作为工业企业出口货物 退免税 计税依据 外销的FOB 减除掉保税免税 购进原材料 而且是10号的 购进原材料的余额 不就是 他 退免税的 涉及到 计税依据 乘退税率吗 哎呀 我们大家就发现 哎呀 这个限度太好计算了 这样限度出来了 你前边的又有一个 应纳税额的一个负数 我们要和限度 比大小 比一比看一下 你那应纳税额的负数 是不是纯出口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 你为了内销突击采购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组公式 是把前边一二两组公式 计算的结果 来比大小 来确定 应退税额和免底税额 实际上第三组公式呢 是明确退与免底金额的环节 就是我到底要给你用退的方式 解决多少 让内销少交税 就是免底 你充底内销 应该交的税 又充底了多少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第一组 计算出来的应纳税额负数 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底税额 在这儿要用绝对值啊 因为负数永远小于正数 当期期末留底税额 那个绝对值 与当期免底退税限度 去比大小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数字 假定 期末留底税额 应纳税额内负数 绝对值小于免底退税限度 那说明呢 你那个留底税额 就应纳税额负数 确实是出口原因造成的 你看你都低于 免底退税内限度吗 哪个数小退哪个吗 我们当期应退的税额 就是期末留底税额 那留底税额和 免底退税限度 谁小我们退谁 现在呢 留底税额 我们给他退掉了 肖像减金项原来是负数一退 他就归零了 我们就发现 肖像减金项都归零了 但是我们那个免底退税限度那么大 怎么退这么点 肖像减金项就归零了 没退的 但又在限度里没退的 那些金额去哪了 你限度那么大 你不就退了一点吗 结果肖像减金项你就归零了 原来是负数 那个负数给你退了吗 那么我们用免底退税的限度 减去退掉的税额 剩下的没有退的 但是我们公事又归零了的 实际上是让你内销少交税的金额 就是当期的免底税额 这里的免底税额 就是让内销去少交税的金额 它体现的是这个数字 接着呢我们看第二种可能 当期期末的留底税额 肖像减金项的负数的绝对值 大于了当期免底退税限度的时候 说明你肖像减金项巨大的负数 不单纯是出口造成的 你肯定有其他原因 你看你都大于免底退税 出口的那个总限了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哪个数字小 我们就要去用哪个数字 作为退税的金额 那免底退税 这个限度小于期末留底 我们就把免底退税的限度 都用退的方式解决 我们大家注意啊 本身免底退应该呢 有退的 有免底的 免底呢是让内销少交税的 但是现在我们把免底的和退的 都用退的方式解决了 那就等于你没有让内销少交税 因为我全都退了嘛 那么当期免底税额就等于零 没有去让内销少交税 而是呢你全用退的方式解决了 没有去冲底谁了 然后我们大家呢就要注意了 我们初学者很多人都对于 留底税额和免底税额分不清 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 留底税额是销向减进向减出来的负数 免底税额是我们免底退税中 让内销少交税的金额 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而且留底税额和免底税额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考试计算 因为现实中特复杂啊 我们考试计算的时候 留底税额和免底税额 在当期不会同时有有效数据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看刚才哈 免底税额归零了 这企业是有留底税额的 那么大大于免底退税 把免底退税的给退了 都用退的方式解决了 该退的和该冲底内销的 他都用退的方式解决了 你就没冲底内销 所以冲底内销那个免底税额就是零 由于留底税额大 他退了之后 还会剩下一部分留底税额 这个时候 理解内销应纳税的免底税额是零了 但是呢 留底税额是有数字的 而我们刚才第一类里面 我们看免底税额是有数字的 当期免底退税的限度减去 应退税额 然后免底税额有数字 让内销少交税的金额有数字 而留底税额是零 因为呢 我们把期末留底都退掉了 你看 应退税额都退了 所以免底和留底 在我们考试计算的时候 他不会在同一个月份中啊 最终同时出现有效数字 要么一个零 另一个是有数的啊 好 关于免底退税要点啊 给大家做一个初步归纳 因为这一部分呢 咱们往年啊 计算 考过那种客观题 曾经有一些年份 还考过主观题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两年 考主观题的可能性啊 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我们大家呢 把握它 要把握成客观题啊 这么一个水平 关于免底退税要点呢 我们初步归纳 首先免是针对销项的 外销销项 免 底和退 都是针对进项的 而且呢 如果 这个企业呢 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可能会有个T 这个T也是针对进项的 我们对进项税T 实际上是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 我们呢 把一部分进项税 转入外销成本 去影响所得税 调完了的进项税 然后我们再去 抵 内销的那个 销项税 然后 我们呢 会注意到这个抵 让内销 少交税了 正常内销交税 是要去计算 承建税 和两个附加的 我们后面要讲到 现在你一抵减 让内销少交税了 正常你出口 是要退税的 然后呢 你内销是要交税的 现在 你这么一抵 你内销原本要交税 就要有这个 承建税 和附加 你一抵使得 承建税和附加 你直观的 看不出来 内销实际纳税了 或者没有实际纳 那么多的税 所以呢 这个抵会影响到 承建税和附加 我们后面要专门讲到这一点 在讲承建税的时候 然后我们替和底之后 我们才可能 在出现应纳税和附数的时候 去进行退这一步 免替底退 接下来 我给考生朋友们 归纳一下 免替退税 计算过程的口诀 因为前面 我把道理讲完了 我呢 再给大家 归纳一下口诀 再带着大家呢 做几个练习 然后这一部分 我们就非常轻松的 去掌握下来了 那么大家一起 跟着我来记 因为我之前 跟学员朋友们说了 我不会给大家 编很多口诀 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才会给大家编口诀 在这我们来看 外销免替 替外差率 因那附数 限度相比 择小退税 大方减退 负大流抵 限大免替 什么意思啊 外销免替 就是我们免替退税 这里的免是外销不计销项 替外差率 这里的替外差率呢 它会涉及到 就是如果 征退税率不一致了 那么我们肯定要有一个T 然后征退税率 这有一个差率 同时 大家还要注意 替外差率 为什么我这写了一个Y呢 它是要以FOB 为起点 来计算 那个差率的 就提醒你T的时候 先想到外销那FOB 同时 还可能要减掉 实际耗用的 保税料价金额 这本身也有一个差 然后外销FOB 减去实际耗用的 保税料价金额 如果你没有实际耗用的 保税料价金额 你没有保税进口料价 都是内销采购的 这个材料 国内采购的材料 那你就直接的 外销的FOB 乘征退税率之差 所以 T外差率 首先T 想到外销FOB 然后 有差率 这个差率有 征退税率之差 如果有 保税料价 你要减除掉 耗用的保税料价 从那个 FOB中去减 所以T外差率 英纳负数 你T完了以后 肖像和你调整过的镜像 你去比 英纳如果出现负数了 限度相比 计算 免底退税限度 免底退税限度 我们依然是FOB 外销的 FOB的 人民币折数 减去耗用的 保税料价金额 呈退税率 这样呢 限度相比 则小退税 英纳负数的绝对值 和限度相比 哪个数小 哪个数 就是我们要退的 那个税额 大方减退 那小的不是退了吗 另一方大的那一方 减掉 你那个退税 而大的那一方 是哪一方啊 如果是你原来 英纳负数的那一方 负大留底 就是你负的那一方大 减去比较小的 免底退税限度 减完了以后 你还剩下数啊 那么 你还会 有真正的留底税额 限大免底 如果你限度那一方 是比较大 你减掉 英纳税额负数的 减完了以后 你还有一部分 没退的 是免底税额 让内销少交税的 金额 好 这样口诀 我们讲完了 我们大家呢 记住这个口诀 免底退税计算过程 就非常容易把握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的讲解一下 我们教材96页的立题 我们有一些考生朋友 可能手里边的 没有教材 那我在这呢 就把教材96页的 立二杠七 给大家的条件 用这个T形杖 把它那个条件 在这列试了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 他说的呢 这个企业是2018年5月 2018年5月 他的增值税税率 跟咱们现在 4月1号以后不一样 我们知道 他增值税的税率是16% 而且题目呢 直接告诉你了 这个企业增值税的 增税率是16% 退税率呢 是13% 这个题目中 是直接给你的 然后呢 这个题目中 又告诉你 这个企业呢 期初有留底税额 3万 本期呢 他正常的 在国内采购 还有32万的 进项税 这样呢 我给大家 画了个T形账 我们知道呢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吧 当然我这个 不完全是 这一个账户的内容 我把它聚集在一起 让大家看啊 就是 它是一个负债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呢 借方表示 负债的减少 代方表示 负债的增加 这个企业 负债的减少 是他已经履行过 相应的 税收责任的 就是他付出的 进项 他都付出了 你看他责任 已经付出了 32万 另外 期初的 留底的3万 这样 他当期呢 全部的 我们看 看上去 该去抵扣的 进项 是35万 然后这个企业呢 内销 100万元 100万元 题目又给了你 他的税率 是16% 我们算出来 内销 销项 是16万 外销 他也给你了 200万 但是呢 大家去记我刚才 说的口诀 外销 免计 200万 不用计销项 紧跟着 就是 替外差率 替外差率 我们有个替 因为这个题目 给我们了 他的退税率 是13% 低于征税率 16% 他有这个差率 而且 替外差率 是按外销的FOB 减去 保税 免税料价 耗用的金额 乘 征退税率之差 但是这个题目呢 很简单 没有给我们 保税 免税料价 耗用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直接 替外差率 外销的FOB 200万 乘 那个 征退税率之差 我们算出来呢 T 要做 净向税 转出 6万 在这里 我们做 净向税 转出 我们就 列在了 净向税 相反的方向 进行记录 你看 净向税 我们放借方了 然后呢 净向税 转出 我们就放 代方了 我们放在一个 相反的方向 进行记录 转到哪呢 转入外销成本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就会发现 出现借方余额了 因为呢 整个我们发生的 全部净向 35万 你对净向税 修正 有个6万 内销 销项 有个16万 这样两边呢 一笔 一减 我们就发现呢 出现借方余额 13万 但是这个借方余额 也就是应大税额的负数 因为应交税费 证数 是你对国家的负债嘛 负数 就是 哎呦 你这 净向大了 你承担责任 承担了多了点啊 那么我们看这负数 是不是 该去进行退税呢 我们需要计算 免底退税的限度 免底退税的限度 我们怎么计算出来呢 我们拿外销的FOB 乘 退税率 FOB是200万 乘 退税率 我们算出来 退税率是13% 这样呢 我们200万乘13% 算出来 26万 所以在这儿 我们大家知道 这限度是怎么出来的 200万乘13% 这样限度相比 则小退税 那么在这儿 我们选择小的这13 我们进行退税 在这儿 大方减退 大的一方 减掉退的这13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 负大流低 限大免底 由于是限度大 负数小 我们减完那13 退的金额 还有一个13 是免底 让内销少交税的金额 那么会计处理 是借其他应收款 我按照我们教材中的 这个口径 因为现实中 有的企业直接就是 应收出口退税 那么在这儿 就是借其他应收款 应收补贴款 出口退税 13 这是应退的 第二个借方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 这是免底的 让内销少交税 还有13万 代方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 是免底退税 合计数26万 这样免底退税 我们就计算完毕了 接着我们再看 97页上 教材力2-8 我呢也是把相应的 这个情况说明一下 我们注意一下 它当期的全部镜像 和第一个例子不一样 你会发现呢 它有期出 留底的税额是5万 当期发生的 那个镜像税金额是比较大的 是64万 然后它那个内销 依然是100万 内销销下是16万 外销呢 依然是200万 这样呢 我们做镜像税 转出TY差率 外销200万 和咱们第一个例子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里的6 是我们要按照 它是200万乘上 争退税率之差 算出来的6 和前头那是一样的 接下来 我们就发现 它出现的 英纳税额的负数 比刚才那个例子 金额要大得多 它这样肖像点金箱一减一抵 我们就发现呢 它英纳税额负数 是47万 那么这47万是不是 都是我们该退的 所以呢 英纳负数限度相比 免利退税限度 我们依然是拿200万乘13% 乘退税率 就外销FOB 我们这乘13% 这样呢 我们发现 哎呦这限度小 那负数大 则小退税 这样我们26万是要退的 大方减退 47万去减26万 那么减完之后会出现 我们刚才所说的后果 负大流底 限大 免底 现在是负数大 会出现真正的流底税额 21万 然后会计处理是这样的 借其他应收款 应收补贴款 出口退税26万 我们都要拿回来 代方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 免利退税合计26万 在这就没有出现 出口抵减 内销产品 应拿税 就没有让内销少交税的金额 他归零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教材中 97页 是立二杠九 立二杠九和前边相比较 有一些数字是一样的 但有一些数字不一样 我在这说明一下 它的征税率16% 退税率是13% 它购尽原材料 取得征税 征用发票是32万 和刚才咱们前边的 前面那个例子 32万是一样的 然后它有一个 期出留底税额6万 当期呢 它国内内销100万元 乘上16% 增值税的税率 正好销项是16万 外销还是200万 那么它和前面相比 多了一个什么呢 在这里它多了一个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100万 它都没有让你算 什么计划分配率 直接就告你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 所以我们TY差率的时候 我们外销免计 没计消息 TY差率 以外销FOB为起点 所以TY 你要想到 它有给你一个 耗用的保税料价 你减掉这个差 再乘上 争退税率之差 TY差率 比较完整的展现出来 我们就算出来 进向税转出 就是对进向税的修正 是3万 然后我们就发现 两边一减一底 出现应纳税额负数 19万 我们再算免底退税限度的时候 由于有保税料价金额 耗用保税料价金额 要从FOB那减除掉 这个才是 我们计算 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减完了之后 呈退税率 我们发现呢 免底退税限度 是13万 那它那负数 它可大于我们限度了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 所以这13万 是我们要去退的 限度小 我们就退限度 那么我们就要看 大的那一方呢 大方减退 19减13 减完了以后 到底谁大呀 负大流底 限大免底 所以负大 最后流底税额 是6 所以呢 我们会觉得 免底退是挺简单的嘛 接下来我们再看 以往年度的考题 改编过的一个例题 某生产企业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8年6月 外购原材料 取得防伪税控机开具的 进向税额的专用发票 著名进向税 137.7万元 并通过主管税务机关的认证 当月内销后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150万元 外销后取得收入 115万美元 假定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 是1比8 因为这个是2006年的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 肯定不是1比8 咱们现阶段呢 连1比7都没有达到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般考试啊 曾经考过这么一个比例 和我们现实完全不一样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该企业适用增值税的税率 这个是按照我们现在的 改为是16% 出口退税率 假定是13% 那么这个企业的 6月应退的增值税 是多少 外销免计 外销货物 那个115万 然后哪怕折成人民币 不计销项 替外差率 替外差率呢 我们需要拿115万美元 乘上8 折成人民币 由于没有保税料件金额 比较简单 我们折成人民币以后 乘征退税率之差 征退税率之差 算出来呢 从它的进项税在这 137.7万元 要从中减除 减除掉那个替外差率 然后应纳负数 限度相比 应纳税额 我们呢在这 有内销不含税销项 150万 乘16%算销项 减掉我们替过的 在这 这是我们的销项 内销的 减去我们替过的 替外差率 这个 是外销的FOB 折成人民币了 乘征退税率之差 我们要替 应纳负数出现了 负的86.1万元 限度相比 限度呢 免底退税的限度 外销的FOB 折成人民币乘8 乘退税率 因为这没有 那个我们所说的 那个保税料件 所以在这就比较简单 所以在这就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的 外销 FOB 折合人民币 直接成退税率 要有保税料件 还得要减掉 实际耗用的保税料件 再成退税率 要在这里 然后我们算出 119.6 限度相比 择小退税 题目就问你退多少 那就应退 86.1万元 接下来呢 我们教材中呢 98月还提到 零税率 应税行为 增值税的退免税 这一部分 说的就不是货物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前面 给大家讲的很多 都是货物吗 出口 因为呢 我们国家 征退税率 有差异的 就是比如说 征税率16% 退税率13% 那个征税率13% 退税率6% 就我前面讲的 说的都是货物 我们引改增的项目 征税率和退税率 是一致的 除非你有那个 征收率的 那是吉特书的 不考虑征收率的话 它不会有说 征税率13% 退税率6% 它不会出现 这种情形 因此呢 引改增项目 没有替税环节 替税环节是 征退税率有差异 我们才有替税的 因此在这里 我们看 零税率应税行为 增值税退免税呢 它呢 是这么来计算的 当期零税率应税行为 免底退税额 这里的免底退税 说的就是免底退税的限度 用的是免底退税的计税依据 折合成人民币以后 成退税率 因为征退税率 它又是一致的 就非常容易计算了 然后呢 我们依然 是考虑啊 当期期末流底 和免底退税限度 比大小 谁小 退谁 而且呢 最终还是 富大流底 限大免底 接下来 我们看教材 第2-10 在这呢 我把 这个题目也给大家打出来了 在98页上 某国际运输公司 以登记为增值税的一般纳事人了 这个企业实行的是 免底退税的管理办法 而且呢 我们知道交通运输 是属于盈改增项目啊 该企业2018年8月 实际发生如下业务 这个企业当月 承接了三个国际运输业务 取得确认的收入 60万元人民币 但是国际运输 和我们刚才那个 口诀有点类似的 还是和外销式的 国际运输 免记 不用记销项 企业纳税申报时 期末留底税额为15万元 这是告诉你啊 它那个销项和镜项 一减 因为它有国内运输啊 它在这只是说 国际运输60万 那么本身国际运输 它就没有记销项 它还有国内的 国内去减 相应的镜项 发现有留底税额15万元 出现负数了 应纳负数 限度相比 它直接就告你 应纳负数15万 限度相比 拿外销的 这个60万元人民币 都给你折合好了 去呈 退税率 而咱们交通运输 征退税率是一致的 2018年8月 交通运输 征税率10% 退税率也是10% 所以呢 在这里非常容易计算了 我们免底退税的限度 是拿60万外销的 在这体现的是 交通运输 对外国际运输的 那个60万 乘10% 算出来6万是限度 直接和题目中 给你的留底税额 15万比大小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数字 结果呢 我们发现呢 咱们算出来的限度小 那个负数特别大 负数是15万 负大留底 最终形成真正的留底税额 那么 还是教材中的这个例子 我们大家会发现 他给你隐去了好多条件 比如说你国内运输是多少啊 然后你还有近象多少都隐去了 直接给你的 就是肖像减近象的负数15万 还给了你一个国际运输 那60万 然后我们算限度 哪个数小就退哪个 然后呢 负大留底 限大免底 我们一看负数大 形成留底税额 非常简单 那么增值税 出口退税计算 有一些特殊的提示 我在这提示大家 我们考生朋友们 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 就是我前面 给大家举的货物的例子 都有 就是 像这个征税率16% 退税率13% 征税率13% 退税率6%等等 计算出来的差额部分呢 是要做近象税转出 进入出口货物成本的 但是如果退税率等于 征税率的 我们国家绝大部分货物 是这样的 而且呢 引改增项目都是这样的 像刚才交通运输啊 那么出口商可以得到 全部出口货物 进向税额的退还 就不需要 对进向税 做T那个步骤 T那个步骤 是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才有的特殊的步骤 退税率等于征税率 没有T这个环节 所以免底退税计算 当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时候 退税率13% 征税率16% 啊等等 免底退税变成了免T底退 首先外销 是销向免的 我在这里说的销向 是外销是免的 而进向呢 我们要做T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 那一部分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T完了进向 我们再去抵内销 应纳的这个税 抵不过的 我们再考虑退 那如果免底退税计算 退税率等于征税率呢 比如说银改增以后的 这些项目都是这样的 银改增前大部分的出口货物 退税率和征税率也是相等的 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是比较个别的现象 是我们前面举例子说的 其实都是个别现象 考试也容易考你那些的啊 但是如果退税率等于征税率呢 他就没有T这个环节 就是免底退 直接的外销的销向免了 内销销向还有啊 进向呢 一分为二 而不是三分天下 一分为二呢 我们去抵和内销那个去抵 抵不过的我们考虑去退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 正在高位翻转 考生朋友们要浮稳做好 学习增值税 尤其是出口退税 我们大家比较生疏 有一定的难度 大家要树立信心 考生朋友们 学习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